如果别人提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层次 他对你这个评估就会担心 人们常常批评我们 跟外国人接触 这个是你要量度水温 量度水温 量度水温 我觉得其实跟外国人接触 那为什么接触完之后 其实往往他们要将香港的情况讲坏呢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 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指数 譬如法治指数上 世界正义工程中所讲的法治指数 2019我们都排在第16位 为什么我们排在第16位 这件事不是作为一个 你向外国解释 我们香港依然是一个司法独立 亦都依然是一个保持司法公正的地方 而是相反要去抹黑我们香港的司法制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的司法独立 或者是司法的公正成问题的话 那你应该不会再留在这个地方做律师 举个例子 大教授就是完全和平 就是他半词这样写 他呼吁一些人出来 宣扬那个和平 让他宣扬 把他呼吁出来的和平 但是最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法律 是可以告过 你和平 和平 他在集会 为什么要坐牢呢 其實說和平示威被抓的說法 其實根本不合乎邏輯 每一年都有過萬次的和平示威 或者是集會 為何唯獨是這次的佔中 才有人被起訴 真的要坐牢 2014年的佔中並不是一天 它是79天這麼久 影響到整個社會 有不少的警員受到傷害 如果你真的和平示威的話 不是說你作為執居律師 你把這些道理歪迫地說 就可以成立 所有連帶作用 可能評級又跌 接著這個就會不賣窗 那個又難民申請的給予 是一起來的 因為你的政治狀況 是令人的信心失去 我相信其實 有一件事是由回歸之後 一直都 無論是反對派 還是後來的港獨派 都是一直在用一個套路 其實是希望去做 懷免我們的一些美好日子 其實就是說 我們以前其實在回歸前 沒有這些問題 回歸後有這些問題 但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如果不是因為要回歸 我們香港連直選都 沒有可能出現的時候 那為什麼他會覺得 外國政府可以幫到香港呢 因為 traditions ино 經典災 流流流流 在市民 總 honor 從 detrimental Demokrat 雞 和